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在一甲出场八次打进四球 库尔图瓦上赛季在英超效力于切尔西 跟随球队拿到了组总杯冠军 今年夏天在俄罗斯世界杯上 他一共进行了27次扑球 获得最佳门奖 也帮助比利时最终获得几军 世界杯结束后 库尔图瓦加盟了黄马 上赛季 德布劳内帮助曼城获得英超联赛冠军 他一共贡献了16次助攻 是英超助攻王 也入围了PFA赛季罪 加阵容 他也是BBC评选的赛季最佳球员 以及曼城队内的最佳球员 今年夏天俄罗斯世界杯 德布劳内帮助比利时获得几军 他在八强中对阵巴西时打进关键一球 帮助比利12比1击败对手 菲尔尼诺上赛季 为利务普在各项比赛中打进了27球 是利务普在欧冠中进球最多的球员之一 和萨拉赫一样都是打进了11球 他帮助利务普打进了欧冠决赛 今年菲尔尼诺也参加了俄罗斯世界杯 在16强对阵墨西哥实体补出场打进一球 戈冰是马进和乌拉贵国家队的后防线核心 上赛季帮助马进获得了欧联杯冠军 也在今年夏天帮助马进击败黄马 获得了欧洲超级杯冠军 俄罗斯世界杯上 戈冰帮助乌拉贵国家队打进八强 但被最后的冠军得主法国队淘汰 法国足球金球奖第一批名单公布 埃根廷前锋埃归罗 目前向利益超雷缅冠军卖城 上赛季他为蓝月亮夺得联赛冠军立下了哈马功劳 在2017的一帮赛季的各项赛事中 阿规罗为满城出场39次 打入了30倍进球 其中英超联赛出场25次 打入21球 除了英超冠军之外 阿规罗还在今年随满城先后度的联赛杯 是雪顿杯冠军 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中 阿规罗也随二根廷国家队一旦出征 并且在对阵冰岛 法国的比赛中收获剑球 包西门将阿利松 目前效力与英超豪门利悟土 不过上 赛季他效力于一甲进入罗马 在2017-18赛季里 罗马令人惊讶的打进了欧冠办决赛 作为红狼的主力门将 阿利松居公之外 赛季结束之后 阿利松已替补门将的身份 入选 欧冠18人最佳阵容大名单 在最佳门将的拼选中 也紧列皇马门神的瓦斯之后排名次席 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中 阿利松一主一门将身份为巴西国家队出展 今年夏天 阿利松以7250万欧元的超高身价 加盲利悟土 为而是前锋贝尔目前效力于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 在C罗告别伯纳乌球场之后 齐天大胜 已经成为了银河战舰的封信一哥 上赛季贝尔随皇买一道夺得了欧冠大尔杯 在冠亚军决赛对镇立务府的比赛中 该宁贝尔是攻击首替部登场 在3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他没开二度 从而成为了银河战舰最终登顶的第一功臣 值得关注的是 在欧冠联赛冠亚军决赛的历史上 贝尔是第一位以替部身份登场 并打入两球的球员 他也因此而贝欧足联平 为了该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大国前锋本泽马目前效力于皇家马德里 上赛季欧冠决赛 正是他为银河战舰攻入了首开记录一球 新赛季开赛之后 本泽马的竞技状态进一步复苏 在十一场各项赛事 中台已经为皇马攻入了能武力进球 物拿归前锋卡瓦尼 目前效力于法甲霸主巴黎顺域尔曼 今年来他一直在王子公圆球 长保持着令人择折的超高进球效率 在2017-18赛季的各项赛事中 卡瓦尼被巴黎胜日尔曼出场 47次 打入了40例进球 他是球队永毒法甲 法国杯 法国联赛杯冠军的最重要功臣 本赛季卡瓦尼在各项赛事中 被巴黎胜日尔曼出场7次 打入6球 在今年夏天的俄罗斯世界杯中 卡瓦尼为乌拉贵国家队攻入3球 其中8分之1决赛2比1700C罗领衔的欧洲冠军葡萄牙一役 该名强力中锋更是爆半了本队的两立进球 2018年度欧洲金球奖30人名单 共有6批 剩余批次的候选者将持续更新 罗比 我们下期见